好 接下来看到花莲市公所呢 为了要让经济比较弱势 家庭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 推出了陪读成长的计划 那么是由花莲市公所慈爱基金 支付课后辅导的费用 参与花莲市立幼儿园办理的课后才艺课程 那么花莲市长魏嘉贤 也前往关心幼儿上课的状况 期盼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广泛的接触以及学习 并且找到自我的兴趣 每个孩子心中都有小小的梦想 许多因为偏向环境差异 或者是家庭经济因素而被迫放弃 花莲市公所今年办理了陪读成长计划 提供弱势家庭的儿童 能够免费参加学校的才艺课程 或者是课后辅导 那我们在花莲市幼儿园 有一个陪读计划 那主要也是我们看到一些孩子 家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那孩子们常常往往要学才艺的时候 必须要多付一些经费 那我们刚好我们在公所这边 有一些好朋友来捐赠的一些经费 让我们可以来做相关的运用 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来学习 各种不同的才艺 那也不会让孩子输在起泡田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在这次有开了梅雨 还有我们电脑课程 跟我们直拍轮的课程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一起快乐的学习 那我们总计这次有19位的孩子 那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去选择 不同的一个喜好 那当然也可以同时选择这些课程 那我们主要是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够在公平的起跑点一起出发 然后未来能够为我们国家多做一些事情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 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受惠 所以我们在研尼有新的方案 让所有的孩子 在市区的孩子都能够享有这样子的一个 同等的一个学习机会 花莲市利游园开设包括电脑课 美语课 直拍轮课 还有足球课 每一堂招收30位孩子 这次补助19位 弱势家庭的孩子可以参加计划 每个人可以依照不同的喜好 选择一到三种不同课程 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来上课 而这个计划是由花莲市慈爱基金来支应 财团把人花莲县爱花莲文化艺术基金会来协办 这个学期补助19位孩子的经费达30万元 市长温嘉贤表示 希望未来有更多孩子可以受惠 施工所也在领定新的方案 希望可以让所有市区的孩子们 有同等的学习机会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